讲不大的这个具体行为 朋友聚会约不断了 一出去就胖去啊 忘记回家 会这样子吗 钟平哥会吗 非常会 他现在不就跟花花素素啊 没有 我老公除了花草树木之外 他非常重视朋友 朋友在他心目中 他会觉得老婆是自己人 老婆的任何事 今天没做 明天可以做 明天没做 后边可以做 但朋友会在这个时候开口 就是他需要你 而且我老公又知道 常常譬如说他前一天会跟我说 老婆明天我没工作 我们中午吃饭吧 我说好 那我就是那种十点多就开始准备了 中午要吃饭 在房间里在化妆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那个家的大门 开门会有一点点声音 就是因为我不上游 就是因为我要听他有没有出去 然后我就在房间的时候 就突然听到我家客厅的门 然后当我冲出去的时候 在开门的时候电梯下去了 我不太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听到我出去 他不会讲吗 他不会讲 他偷偷的出去啦 他不会说老婆我要出门了 不会不会 他偷偷出去之后 因为他跟我约要吃饭了 但朋友可能打给他 他偷偷出门之后我就打电话 然后我就说你去哪 他就说就是我那个朋友 我说不是中午吃饭吗 他说不是啦 因为朋友就是刚好临时有 我们明天吃好不好 明天吃好不好 感觉很差耶 这可能是溜走的概念吗 我就会常常会因为这样子 我到后来就变成说 除非是十一点半 他都还在家的时候 我才开始去准备 我不想先准备 曾经有一次更夸张 他喜欢先展后走 他觉得什么事情我先做完 反正我最起码在你发现这一段时间 我是快乐的 对 与其让你先发现你不高兴 我整个情绪都不好 他有 他就是一定要做就对 他好几次喔 我讲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他早上一早起来 因为我都会知道 他早上起来要干嘛嘛 泡茶 看你也 他那天起来就开始收他的衣服 我说你为什么要收衣服 你要去哪 他就说我等一下的飞机 啊 我说你等一下的飞机 出国欸 你没有讲啊 他说对对对 就是我那个朋友 他爸爸生日 我说那你多久前知道的 他说十天前 我说那你十天前知道怎么没 为什么不讲呢 然后接着他就说 那个我要迟到了 就门就 啊 然后接着就出去了四天 我的认知是 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一定会打回来说 老婆不好意思喔 因为什么原因我没有 没有 四天一通电话都没有 真的 这样真的很幼稚 到第四天晚上回来了 如果你一回来 开门说啊 真的不好意思 也没有 开了门 很像没这回事 那个反应呢 我那一次其实非常气 我气了半个月 但我发现跟我老公 你气两年 他都不会怎样 他不会来祈求你原谅 所以到后来他到现在都是 可是他平常这么需要你 他应该会想要家庭气氛好一点 你帮他这么能干处理这么多事情 没有我老公就是你看他个性很好 但他脾气其实很硬 我们曾经就是他跟我发生争执之后 他就去新竹 他新竹有一个房子 他就衣服一拿就去新竹一个月 一个月没有一通电话 都没有跟你联络 没有 然后有工作他就从新竹开回台北 台北工作完他再回新竹 一通电话都没有 那你怎么忍得下去 我那个月因为我个性就是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 我从开始每天哭到哭不出来 到开始自己会去遛狗 开始自己去做很多事 到我儿子女儿跟我说 他不回来多好 你看你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然后我女儿还说 妈妈 锁换掉 整整一个月 然后到一个月后我受不了了 而且做错的是他 我还主动打给他 还是你主动跟他联络 我主动打给他的 我如果不主动打给他 他的个性倔起来 他可以真的就都不联络 所以他不会主动道歉 也不会主动求和 他就算知道他做错了 他拉不下那个脸 所以我们23年的婚姻当中 就算每一次都他做错 他也不会轻易道歉 他可以装没事 但他不会道歉 他的成熟是被长期训练出来的 你觉得我现在我能幼稚吗 我觉得钟平哥算是植物系的幼稚 因为他是不太有那个 自己的情绪起伏 因为旁边的人可能会急得半死 或是气得半死 他会选择躲起来 可是明明是他不对啊 是怎么包容你 你突然出国都不讲 就是人和特质里面 他是采逃避的方式 对 因为他就觉得说 我如果跟你讲也是挨骂 不然就是追究 不然就是探讨 那我这些步骤我都省得算了 就干脆先掌后奏 反正回来看着办 你原谅我我就回来 你不原谅我再逃避 可是老师 再逃到新竹也是逃避 可是对他来说他会受不了 老师 他这样子 儿子如果今天出去没有报备 儿子一回来他就会说 为什么没有跟父母报备 你去哪里 你不知道家人会担心吗 你应该机会教育啊 你哪 你把这段录起来 下次要让你放给他听啊 我曾经这样子 后来有跟他讲 我说你自己都做不到 你怎么教孩子 他说我是大人 我出去我自己会拿捏情统 我自有分寸 我自有分寸 所以这个事情你们23年讨论无解 没有啊 他说前两天也是有 那天早上起来 上礼拜又收东西 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我要去厦门吃饭 然后接着就去了三天 也没有电话 就这样子 所以我的人生我已经 我发现夫妻就是 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时候 我只能改变自己 就是要怎么办呢 因为安全感应该是互相给的 不是我认为他 他们的夫妻23年来 这个模式 已经都 这种生活习性的养成 变成模式了 他没有找到相处之道 有有有 这就是他们相处之道 23年耶 因为王中平已经指定了 浩然一定会原谅他 也会接受他 而且也是守着这个家 对对 会守着这个家 他不会放弃 那浩然也认为说 反正我不能够改变你 我最多只是影 女人以为说爱情的力量 足以改变一个男人 这是做不到的 对 你只能影响他而已 你不能改变他 所以他刚刚说了 他就调刺自己的心情 对 他这一点都很聪明 整个吃定他了 那我问你可不可以 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做不到 可是我就 他做不到 我就做不出来 你也包包款款的 去欧洲度假半个月 他可能不明天自己就回家了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像我 像我明天 你就试试看 看到什么反应 我就做不到 叫浩然姐去 去食门吃饭 他都办不到了 我曾经有一次 曾经有一次 就包包拿了门一关 车子开了 想说惨了 要去拿 然后就自己开到大湖公园旁边 在大湖公园走一走之后 就想说 算了 又开我一家 需要开车吗 你穿半跑鞋就好 他吃定他 怎么这样子走到大湖公园 我就没办法 他吃定他 他也知道说 你早晚还是要回来 然后你回来 我在教训你 我在唠叨你 我在想办法抠你的钱 我在如何虐待你 所以王周平也准备 从厦门回来以后 就乖乖守着大门几天 就这样子 他们这个模式 就无解了 那你就自己好好调试了 对 现在都OK 调试得过来 其实我前 有几年 就是一度就是会 心情很糟 一定的啊 对 然后我那时候后来 我们天后都觉得心情不好 我那时候后来就是 长乳管流嘛 那我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 人家说胸部会长东西 就是因为 牙齿 对 我妈说你一定要改变自己 你不改变自己的话 你会生病 对 真的 然后我从那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老公每次一出门之后 我当下会很气 我后来就深呼吸 想说 你接下来这几天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啊 你可以看韩剧 看到天荒地老 都没有人管你 对 然后这样告诉自己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一个人也不错 我会这样调试自己 好可怜喔